我来到了迷你王国 不小心被抓住了 让我看看 有什么东西能消灭蜘蛛 有了 就是这个月光宝盒 选择逃脱 当脱离危险 一只藤蔓又朝我追来 快逃快逃 终于逃到了地面 迎面跑来一只毛毛虫 我一个闪身 匆忙躲进了旁边的草丛里 这下总算安全了 帅哥 我车站走不走 你抓稳了 这只螳螂有点意思 它抖了两下 就把我抖到了天上 然后掉了下来 砸晕了两只蚂蚁 早知不当兵 顺便 我还救了一只昆虫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哪个呢 你要听哪个 坏消息是什么 你说来听听 丙大人 小人本住在 河州城旁边 家中有屋又有钱 说重点 你的东西是被国王偷的 他就住在那边的蜀王宫里 国王是一只强壮的老鼠 我决定为民除害 消灭老鼠国王 选择西瓜皮 来到一座跨河大桥 选择蒲公英 快看快看 那里有一只蜜蜂 正在晒太阳 咱们上去问个路 顺着这条花瓣小路走下去 就能找到老鼠国王了 看门的是一只小墙 他好像感冒了 先往地上扔点钱 然后再偷袭他 进到蜀王宫里面 选择往上走 看来 这是一只懂艺术的老鼠 不仅偷了很多金银珠宝 还偷了一幅世界名画 不好 有陷阱 我被抓住了 这下看你怎么逃 选择唱歌 震碎玻璃杯子 不好 声音太大 把老鼠国王给吵醒了 他体型巨大 我选择跟他谈判 等一下 我要求谈判 谈判失败 我决定用武力解决 射击距离二十米 空气湿度百分之十五 风速零 目标体积巨大 看来这一箭必动 我一箭射出 鼠王瞬间被缩小 剩下这只蟑螂 我选择用喷雾 喷雾也不靠谱 还是要选择弓箭射它 游戏名字叫 火柴人大逃亡第三季 我是爱笑 关注我 正在更新下一篇章节 小子 等我去龙宫夺了宝贝 再回来找你算账